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254集 轰的一声 可怕的气息席卷开来 古方斋中的会议室顿时一片狼藉一片的凌乱 该死 该死 古妖藤竟然敢杀了欧阳城 我要将这小子碎尸万段方能解我心头之痕 一名中年男子嘶声怒吼着 身体周围一道道规则涌现 像是化作了星辰宇宙 镇压一方天地 那怒气如十万火山爆发 冲天而起 滚滚地流露 此人正是古方斋的斋主 封不群 诶 主啊 还费什么话呀 现在就下令 我们古方斋马上杀到古妖藤 给欧阳城报仇啊 一名地盛出击巅峰的壮汉 浑身杀气腾腾 眼珠子瞪成了同龄大小 不对 杀将古妖藤 为欧阳城报仇 一名名古方斋的强者怒吼着杀气冲天 闲死无未有的耻辱 这是古方斋的历史上最浓烈的一场耻辱 古方斋创立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如此耻辱过 古方斋和古药堂之间的恩怨 本来知晓的人并不多 可是经过今天白天一事之后 消息早就伴随着那些客人的离开 彻底传播了出去 堂堂古方斋的地盛强者 竟然被古药堂的人活生生地 斩杀在了古药堂的大堂之中 这样的消息传出去 宛若是地震一般 在这一片区域流传了开来 如果不是因为 沧玄城不久后有盛会举行 城中聚集了无数的强者天才 将注意力吸引到了盛会之上 这样的消息 绝对能够惊爆整个沧玄城 即便如此 也已经给古方斋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不少势力暗中询问 古方斋到底和古药堂之间发生了什么 都给我闭嘴 古方斋斋主封不群 脸色阴沉 去古药堂报仇 说得轻巧 现在是什么日子 沧玄城省会的日子 这件事本就是我们古方斋理亏 如果事情闹大了 我们古方斋比较会进退两难 在这种时候闹事 如果被城主府误会 那我们古方斋就完了 这主大人 那难道就这么算了 算了 谁说算了的 我们和古药堂签订了协议 白纸黑字的在那写着呢 现在距离合约到期 还剩最后一天 等 只要等到明天 我们拿上契约上去 不怕他古药堂不认账 到了那个时候 我看那古药堂还有什么话说 至于那杀了欧阳城的家伙 必须给我死 封部群面色铁青 帝圣镜中其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横扫 昭示着他内心的愤怒 想不到他封部群很久没有出手 这沧玄城的人都忘记了他的威名 沧玄城西城区管事府 一名身穿管事府的帝圣级强者 战战兢兢地坐在下手 在主位的位置上 一名老者坐在那里 听着身穿管事府强者的汇报 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大持一镜 这身穿管事府的帝圣强者 正是沧玄城西城区的管事 祖安明 沧玄城和一般的城市一样 都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城区 每一个城区都有一个管事府 管事由城主府委任 执掌一方城区 可谓是地位超群 身份尊贵 但是此刻 西城区的管事 却在一名老者的面前 如此胆战心惊 让人如何不知情 这老者定然是身份非凡的人 蔡大人 这就是古药堂 今天发生的一切 那身穿管事府的 中年男子禀报完 连忙恭敬地 看了一眼坐在上手的老者 这老者不用说 正是城主府的大管家 蔡高峰 作为城主府的大管家 蔡高峰代表的 就是城主府的脸面 祖安明 虽然是西城区的管事 但是却万万不敢 对蔡高峰有任何的不见 只是祖安明想不明白 古药堂这么一个单道势力 怎么就会入了蔡高峰的法眼的呢 如今正是苍玄城盛会召开的日子 蔡高峰这个城主府大管家 竟然是一天几次来到他们西城区 要求监控古药堂的动静 这让他这个西城区的管事 却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想不到小子如此凌厉 一出手就将古荒斋的欧阳城给塞了 真是好手段啊 蔡高峰嘴角勾勒起了笑容 摇头说道 看不出来究竟是愤怒啊 还是感慨 祖安明心中苦涩 他接到了蔡高明的消息之后 早就小心地调查过了古药堂 但是却发现古药堂和城主府 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让他心中郁闷不已 作为下人 最重要的是揣摩上头的意思 他可不认为蔡高峰关注古药堂 只是蔡高峰自己的事情 能让蔡高峰这个城主府 大管家上心的事情 那绝对是城主府高层的命令 否则蔡高峰根本用不着如此上心 而他身为西城区的管事 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上头的态度 是怀疑古药堂有问题呢 还是说看好古药堂呢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 显然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旦处理差了 那他这个西城区的管事也就不用堂了 分分钟就可能被录 哎呀 别看他这个西城区管事平宿里人无人流的 有时候啊 这想要做好事可真是不简单 想到了这里 左安明一咬牙 不管怎么样 他都必须弄清楚城主府的态度 否则这要是出了什么误会呢 他就完蛋了 蔡大人 马上就是苍玄城盛会了 那古药堂的人在盛会期间竟然大同干戈 要不属下派人出去 将那古药堂的人带回来 在盛会期间闹出这样的事情 岂不是丢我苍玄城的脸面吗 左安明小心翼翼地说 他自然不是真的想去古药堂抓人 只是想弄清楚城主府的态度 好了 左安明 你也别胡乱猜测了 蔡高峰瞥了一眼左安明 他可是个人精 如何不明白左安明那点小小小小 实话告诉你 古药堂出手的那一位 与城主府有一些关系 至于具体是什么关系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蔡高峰目光严肃 你只需要知道 一旦古药堂有什么事情 你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老父 假如事情紧急 你可以酌情办理 但是如果对方违反了苍玄城的规矩闹出了大事 你必须得等到老父来之后才能定夺 听明白了没有 蔡高峰语气中带着告解 那古药堂的小子是大小姐的恩人 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得给对方拖着 否则大小姐怪罪下来 他还在城主府混不混 他是城主府的大管家 首先考虑的是城主 是大小姐的利益 至于什么苍玄城的规矩 那是丝毫不放在眼里 是 蔡大人 属下这就明白了 祖安明被蔡高峰教训了两句 非但没有不满 反而是松了口气 他现在心底有了底了 知道发生了事情该如何处置了 否则呀 一直掉着 那魂都快下霉了 同时呢 心中也是感慨不已 我靠 这古药堂竟然和城主府有关系 这真是想不到 这古药堂不显山不漏水的 啥时候和城主府搭上的关系呢 而且是蔡大人亲自关注的 哎呦 如果是能和古药堂打好关系 是不是在蔡大人眼中 也能沾一点光啊 不得不说 这祖安明啊 能够当上西城区的管事 的确是有本事的 瞬间就把古药堂的事情 和自己的前途都考虑成 事实上啊 比起古药堂 古风斋的势力 那就大多了 也是西城区顶级的单道势力 古药斋 斋主 封布群和他祖安明 还是有一些交情 但是这种时候 这些塑料交情 瞬间就被祖安明 抛到了脑后 哎呀 布群兄啊 对不住咯 希望啊 你古药斋能安稳一些不 否则 祖某我呀 也没办法咯 祖安明 心中叹了一口气 反而是有些激动 他虽然这么说 可是心中啊 巴不得古药堂出点什么事 自己能和古药堂 好好地搭上关系 那以前 怎么就没看出来 古药堂的不凡呢 不过呀 现在搭关系 也不算太晚 不得不说 祖安明这样的人 能把一切事情 作为自己仕途上的力量 的确是有手段的人 祖安明心中激动地起伏着 他不知道 一旁的蔡高峰的一颗信 也彻底地落了下来 嘿嘿嘿 那小子 居然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看样子的确和那 悟空阻止的刺客 没关系 他之前最担心的 正是秦晨和之前刺客 其实是一伙 只是演了一出苦肉计 虽然这种可能性太低太低 但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风险 他都不能冒 可现在听说了秦晨竟然在古药堂 直接镇杀了古方斋的高手 他一颗心 反而放了下去 如果对方真是刺客 那么这样的事情 只会引来程主佛的注意 那么就真的太白痴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而且啊 古药堂和古方斋的矛盾 那是早早的就有了 也排除了对方 刻意安排的可能 这样一来 秦晨很有可能是 真的和古药堂 联合的古中派高手 不管他是如何加入古中派的 只要不是无功组织的刺客 那他成主佛都不会介意的 在古药堂中的秦晨 自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 他还完全沉浸在了 荒谷仪器丹的炼制之中呢 这荒谷仪器丹 堪称是 繁品圣丹中的极品 就算是秦晨 也得全神贯注地投入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终于在过去了足足半天之后 秦晨的炼制也终于是到了尾声了 起 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中 秦晨目的一声力吼 双眸之中神红爆射出了近战场 轰的一声 双手木然地拍在了荒谷横雨炉上 轰的一声 只听到了一道灰红的荒谷气息 冲天而起 砰的一声 单炉单盖炸开了 一共 十二道古谷的流光冲天而起 轰隆一声 天地之间顿时传来了一阵轰鸣之声 紧接着 十二道流光在炼药室中 跌溜溜地旋转着 每一道流光都绽放出了 震慑万古的气息 这 黄古一气丹 竟然真的炼制成功了 古药大师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彻底地呆着 身心激动 十二粒丹药在虚空之中闪烁着流光 然后刷底下落入到了秦晨的手中 荒谷一气丹果然非凡 秦晨扫了一眼手中的荒谷一气丹 目光微微地一闪 这荒谷一气丹 蕴含着特殊的气息 就连他闻到 体内的圣源都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并且 灵魂力量也像是得到了升华一般 难怪古药大师一心想要炼制荒谷一气丹 这丹药能够大大的增强人 跨入到地圣境的资格 真热啊 古药大师激动地看着秦晨 秦晨随手一拍 咚的一声 荒谷横雨炉落在了古药大师的密切 同时 两枚荒谷一气丹也落入到了古药大师的手中 这两枚荒谷一气丹应该足够你提升自己了 秦晨笑了一下 材料和东西那都是古药大师出的 自然要给点好处 哎呀 足够了足够了 多谢晨晨 古药大师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着 这荒谷一气丹他炼制了多少次了 没有以此成功 浪费了多少材料和精力 而秦晨呢 仅仅是了解了两天时间 而后又只花了半天 就将这荒谷一气丹炼制了出来 这种造诣 让古药大师如何不敬佩啊 这一口 古药大师那是死心塌了地的 拜服了秦晨 至于秦晨只给了两例 古药大师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荒谷一气丹不同于其他 第一例效果是最佳的 顶多再加一例 但是效果只有一半 到了第三例的时候啊 那就完全没效果 哎 秦晨晨 秦晨随手一弹 顿时 同样的两枚荒谷一气丹 落入到了秦晨晨的手中 神尚 我 秦晨晨吃惊看了秦晨一眼 好了 别说了 这两枚荒谷一气丹是给你的 不过 你暂时别浪费了 以你的修为 想要服用这荒谷一气丹 试图突破地盛 应该还需要时间巩固 秦晨摆了摆手 这种丹药啊 对其他人而言无比的珍贵 但是对秦晨来说 只要是有足够的材料 想炼制多少就能炼制多少 再说了 他身上还剩下八枚呢 也完全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